大家好我是阿斌 手机充满电了 用没有把充电器拔掉 有的人说需要 有的人说不需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人以为手机电充满了 然后我们给它拔掉 这样充电器就没有连接到手机 没有负载 这样充电器就断电 不工作了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比如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拿个万物表 再拿一个数据线 把这个原来的数据线 给它拔掉 把这个藏上去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数据线 有没有电压过来 你们看 这边还有一个 5.2V的直流电 那说明 虽然这边没有连接到手机 没有负载 但是充电器依然在工作 所以通过刚刚的测量 手机充完电了 不把充电器 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费电 因为别看它是空载 但是只要通电的 这个充电器里面 内部的元器件 依然在工作 所以就会有电流 这样也会耗电 虽然说电流小了 但是也在费电的 第二个情况 就是说充电器 在通电的情况下 内部的元器件 零件 依然有电流 依然在工作 这样会加快 元器件 零件的损耗 这样充电器也容易坏 第三个情况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充电器 长时间不拔 有电流 元器件 零件 容易发烫 这样有可能会起火灾 会着火 所以说 这个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根据这三个情况 当我们手机 电充满了 最好也不要把充电器 给它拔掉 这样又省钱 又省电 又安全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